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惠敏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员张罗伯先生 惠敏 乖个朋友大家好 好 社会观察家根明 惠敏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流氓牧师兵哥 惠敏好 大家好 还有这个资讯媒体员黄敬平 惠敏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我们带你来看看 黑帮尾牙咽 有没有黑影床床呢 面中两男两女一次针锋吃醋 在停车场打了起来 白衣男子先是一拳挥向黑衣男 再拖到轿车旁捕踩一脚 站在一旁的红衣女子也不甘示弱 挥拳打了黑衣男 过没多久 画面左边又出现了庶民男子 见到黑衣男就是一阵痛殴 男子被打怕在地 白衣男还是不放过 拿着安全帽又是一阵殴打 曾群少年这样的逞胸动狠 原来背后有集团撑腰 照片中长相斯文 穿着西装外套的男子 开心地与友人合照 他又是自称竹联邦地虎堂 云林分会的会长田信祖贤 除了经营流动赌场 还指挥手下黄姓男子成立分支 向小吃店等店家按月收取保护费 还吸收周末升级学生 加入组织 田信嫌犯经营黑道海绊尾牙 抛脸书炫耀 完全不把公权力放在眼里 最后警方讯后将田信祖贤的 20名嫌犯 依恐吓取材 主持犯罪等罪嫌移送反办 看到游览车上这群小朋友 你一定以为他们要参加学校旅行 其实他们正准备到台北 参加竹联邦的尾牙 因为他们都是竹联邦的一份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之后赶到现场 总共带回65名位成年帮派分子 不过才抓完一大票小蛊惑仔 竹联邦又有另一个堂口要举行尾牙 警方也在密切注意 明明只是吃个尾牙 却意外目睹 帮派分子冲进餐厅 把同事打得头破血流 女员工回想起来 人非常害怕 女员工表示 公司举办尾牙验摆了25桌 想犒赏员工一整年的辛劳 结果有两名男同事喝多了口出恶言 才会引发冲突 他们不能理解的是 原本公司就已经先向对方道歉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围 尽管警方事后 警方赶到 不过打人的一行二十多人 早就一哄而散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特定对象 将寻现追击当中 竹联邦堂主46岁田振宇中枪 躺在担架上送到医院急诊室急救 因为他在众目睽睽下 遭到杀手近距离开枪 田振宇和多名兄弟 应邀到彰化20一处私人神坛 参加庙会餐宴 用餐倒一半 杀手冲过来 朝他连续开枪 枪枪夺命 警方拉起封锁线 地上留下 燃血英雾血疾 刑期是谋杀当时坐在一旁的 女性友人惊魂未定 田振宇身中七枪 其中一枪贯穿头部 早已断了气息 田振宇是竹联邦堂主 台两渡在台北市 警方扫黑行动中入网 如今惨死庙会伴桌 杀手欲谋公然行凶 搭上接应车辆逃逸 黑道寻仇意味能厚 好 来看看竹联邦最近半尾牙了 警方是怎么样 是没线索还是怎么回事 根据本人 因为我是社会记者 那就必须要讲广结 黑白两道三教九流 所以我参观过各式各样的 竹联邦四海邦 然后跟包括天道门 这些黑道和逃人所谓 存酒杯的吃多多汤就对了 竹联邦是每年都办 然后有的是总会办 还是分堂不同的堂 捍卫队办 像这次听说是捍卫队主办 捍卫队是他们特别训练出来 就是打竹联邦有事情的时候 捍卫队出去打就对了 打天下的 捍卫队很强悍就对了 那么这次在新店的婚宴会场 席开两百桌算很多 因为以前的话 不管是竹联邦四海邦 大概都一百多桌 一百桌到一百五十桌之间 两百桌就算很大桌了 还有两千几个人参加 还有一些电子花车女郎 软场表演 这个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像四海邦的场子的话 要进来的门外 一定穿着旗袍 开高叉 非常漂亮的 每个都可以当女明星的 那个接待在那边 很多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很多都变腹酒店到来 很专业 都做漂亮的 开玩笑 有得漂亮的 然后到时候去表演的时候 也是非常漂亮的小姐表演 那竹联邦也是 那就是面子问题嘛 所以呢 那当然有趣的是 除了这个主桌 跟旁边的那个两桌 这三桌 是全台湾 大帮大派 偷人要坐的地方 贵宾要坐的地方 那其他的话 他会分区 你是因为你还会有 哪些老大会带谁来 事先都会先打电话问 事先打电话请 那些都会把它控出来 然后上面会写 这是哪一帮哪一帮哪一帮 哪一堂哪一堂这样子 那自己人坐后面 警方要抓人很方便 因为哪一帮哪一堂都还好 他们只是来聚会 人家是来吃买鸡嘛 对不对 警方早上名册早就有了啦 我说太多了啦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台湾事实上 这几大帮派 你看那个竹联邦 其实最早列管的是 台北市的仲山分局 然后四海帮是大安分局 天道蒙是万华分局 这跟他的出身背景有关系 但后来因为 越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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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整个弄到后来 全部变成全国的 全国性的 要跟众冠参加了 所以后来就由刑事件来统一 那他们吃买鸡跟吃纯粥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不是自己吃而已 那么自己人都坐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来者是客坐前面嘛 所以当前都会贵宾 贵宾来当然不可以做两串交来 贵宾都是要拿红包来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各纲各派的老大走前面 后面跟着一堆 然后有的人有座位 有的是没有座位 是在保护自己大哥的 那来了以后 我足桌敬酒 大家敬酒这样子 所以你看大咖都来了 那么包括统促党的精神领袖 是竹联邦出身的白狼张安乐 然后竹联邦的前帮主 赵尔文赵老大 然后还有包括捍卫队的队长 何永庆 还有包括鸿门五胜山 现在的山主 也就是李存果 前海盗帮的帮主 他们这些大帮大派的 各式各样的老大都来了 捧场 当然我来捧你的场 到时候我办尾牙的时候 你也会来捧我的场 我看过最离谱的仪式是 这个等于说 台北市北联邦办尾牙 春酒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去参加 台北市中山分局的尾牙 结果他们办到 成一个餐厅 但是警方的在后面 所以我们要先走过 北联邦的场子 所有的警察跟记者 要先走过北联邦的场子 才会到后面 这个中山分局的场子 那个中山分局长 我知道了 起来 起噗噗噗 把众众叫来破口大骂 你是在冲什么 这样 然后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媒体报导说 新店分局没有收证 因为以前都要收证 以前不管你是尾牙村 有干什么叫 黑帮聚会大 你都全部要收证 那你不可以进去会场 所以你在外面 加那个监视器嘛 对吧 黑道在里面吃香喝啦 警察在外面吹冷风 不能这样子 为了执行公务嘛 哎呦 而且讲难听一点 在非正式场合 大家也都好朋友 对吧 所以他们只要没有坐见犯科 就收证嘛 然后就出动很多警察 像那个四海帮有一次 在这个圆山饭店 办了一百多桌 那次办得非常大 那是由这个 他们的帮主帝哥办的 所以警方还在下面领检 车子要上去都要先领检 你知道吗 那并客说 吃你一个买惹对吧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政商名流 还有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很多都来 都大咖的对吧 那个吴宗献啊 这些演艺人都会去 那有些是有偿的 有些是说可以给红包嘛 有些是 我来帮大哥主持节目 后来参加大哥表演的 这是我的光荣 我还跟你要钱 对不对 事实上是买个心安 天道盟有办了一个流水 一桌万五 这个是大手笔 我讲坦白是大手笔 一桌万五 你一桌五六千块 那就是婆婆一般般 比较菜色普通等等 所以事实上 每一次都是借这样的一个聚会 要不然的话 春酒尾压 要不然的话就是某个宫庙 台湾的角头大哥跟黑帮 通常都会尖一个 像电影角头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尖一个什么什么宫庙的主任委员 像奈武大片道盟第二代盟主 他一直那时候就尖一个公的主任委员 那么用这个名义 那么妙庆就请大家 全国的黑帮都来捧场 我这次来 那你来捧我的场 我下次就去捧你的场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黑道尾 这样的一个故事 除了棚戶箱捧場之外 兩串礁是不可以的 這樣不夠有禮貌 辣妹在那邊磨蹭也是不行的 兵哥 但是您聽過有一些尾牙場子 我們在大街見面 敲台事的敲台事 胎來胎去的胎來胎去 這種 前幾天 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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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跟我們廚師在做紅地毯的 跟星光大道都一樣 一張去 板橋兵哥到 現在進去兩百個 兵哥好 兵哥好 你只聽說 我走過兩丁 剛才兩百個 四百個 走過他就 大哥好 大嫂好 大哥好 所以有名號的人還會在唱名 誰啦 誰啦 因為外面一定有一個師爺 板橋 兵哥到 現在進去 那個高級小的 說兵哥好 瑞德雄到 瑞德雄好 而且你是一路走過去 一路跟你問好 這一套是學日本三口主的 對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子 以前沒有 所以你看 買的 其實 外星班跟本星班 都 你看 外星班他在辦 絕對都在餐廳辦 本星的 他絕對都在路邊 旁邊搭起來 好像流水溪 但是 雙方民都一樣是蓋牌 我剛才那天就說 我那天蓋 蓋 蓋 兩個老大 兩個老大 都坐下了 現在第二 開始就 開始就說 欸 建民 你那天 你那天的高音來我這裡開槍 喔 這樣喔 來我這裡開槍 來我這裡開槍 說一句就對了 對 換建民說 賓哥 你怎麼這樣說 你的高音也來我這裡開槍 那時候都為了 那個重劃區 重劃區有很多建難了嘛 都是變更有很多建難 有一個建難就有途風嘛 有途風就有利益嘛 所以兩邊搭不開 你知道嗎 搭不開就開來開去 然後兩個老大 在那邊搭一搭說 沒有這樣啦 開去啦 齁 我們現在喔 公共會這樣啦 啊 燒酒在這裡啦 啊 公共我開的條件 看你建民 你有我的同意嗎 我就同意我們就 酒 喝的 啊 客戶什麼的 啊 這樣 啊 現在建民問說 啊 不然怎麼搭 這樣嘛 途風 給你 對不對 水電 齁 那個大樓 蓋起來都要水電嘛 水電 哇 對不對 啊 水電也有利益啊 途風也有利益啊 相方便這樣 坐著 這樣搭一搭 說這樣好不好 好 好的時候齁 大家就簽簽了 大家就簽簽簽了 簽簽的時候這件事 到小了都沒有在開槍了 再來就有一間喔 一間我去 九年去參加的啦 在我們班球啦 那一年喔 可能兩邊喔 兩邊喔 年輕人啊 以前主題就溫暖了 老大在裡面喝喔 老大在裡面喝到 鬆歪歪的外面拍到 衣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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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尾牙會不會太恐怖啊 對 因為我有 老大在喝你的外面拍到 現在人家就說 欸 賓國賓國 你外面年輕人的王家 沒關係啊 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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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件事 好像那件事 班球分局 真下隊那邊露台 喔 你知道喔 因為一樣 跟信念一樣 沒有情資 嗯 也沒有去監控 你知道嗎 所以喔 這件事發生起來的時候 快打部隊差不多 班球差不多五個派出所 派出快打部隊喔 四五十個人 去到餐廳外面 去那 壓制這些高音啦 現在的偵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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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輕人的行情 沒什麼要跟他們兄弟 來玩啦 你知道嗎 以前的老行事 你如果有什麼事 譬如說我這個地方 王家燒打 對不對 又看什麼事情 我老行情 我就知道 找旁邊就好了 旁邊就旁邊 什麼人 什麼人打 你這件事情喔 跟二十幾年前 有一件事有關啦 有一個這個警政高層 他下令啊 說黑白要分明啊 要切開 所以呢 你跟黑道交往的話 要報備 你去喝花酒要報備 後來還規定 那麼如果你因為不限所需 可以跟分局警察單位 申請喝花酒的金額 你氣笑的時候我怎麼會打 結果後來有一個刑警 看全國都沒有人申請 他第一個去申請 他準了你知道嗎 孟子喝花酒 你知道嗎 就是他準的 可是問題一來喔 我說真的啦 包括我們台灣 像台北市刑警大隊啦 近情 跟黑社會再上色上色 連侯友養都沒有 他上岳就好了 他後來 也都不想 去插個江湖的事 跟自己惹麻煩 你知道嗎 也不太願意跟這些 黑道的這些相關的來往 為什麼 因為會惹麻煩啊 督察室要查 什麼要查 政風單位要查 懷疑他在灰色的事 你打個電話跟人家在監聽 就說你黑白掛狗是泄密 你幹什麼的 我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醫警只要發生案件 我說坦白的 我們以前發生案件的話 一通電話打去 馬上就知道 是誰幹的 為了什麼事 然後怎麼樣 就算開槍的人不出來 都會有人安排交人交槍 以前都是這樣子 馬上知道是 現在發生案件 如果沒有監視器 如果沒有DNA 如果沒有這些 你就再見了 就好像一個 就好像一個黑道大哥說的嘛 那麼 黑道既然沒辦法消滅 白道就必須要把它能夠掌控啊 現在問題是 常常都不知道 為什麼來開槍 那你怎麼掌控啊 喔 來 賢明 你現在尾牙從北 吃喝到南 馬國六湯就對了 是 像很多 像辦尾牙有沒有 很多現在餐廳 一些會館 其實他們只要接到兄弟 要來這邊辦尾牙 他們其實 以前都只要收一點 說個意思的定進而已 現在都要收到兩層 有時候要三層 那也就是因為什麼 有的腳 你說比較大咖的那個 白尾牙比較不太低 的大哥有沒有 他們要辦這個尾牙 帳一定是不會設帳 那如果萬一遇到那種角頭 他就不是公司 他可能只是某一區的角頭 對啊 就有一次 我們在石牌有一個叫洪哥 我們都叫阿洪 稱他為洪哥 他就有一次在我們石牌那邊 在城德路那邊辦一場尾牙 然後那時候好像要辦50桌 他跟老闆怎麼講 他說 通常我們要辦幾桌 我們就說 沒關係你一桌幫我辦多少錢 他不是 我就是要50桌 我就是要50萬 你就是把它處理得好就對了 但是菜錢不要讓我漏掉 老闆一聽 這樣也是沒問題 我就一桌幫你辦八千的 還是九千的一萬的 沒有 我這個洪哥跟他說不行 你不能讓我漏掉 我這個第一次辦 我請很多人來我這裡吃 你一萬的你要給我升值 所以老闆就說 這樣不然我一萬給你升值萬二塊 那這樣聽一聽 洪哥聽了很開心 這樣很好 50桌 50萬就可以處理好事 他說我就是要你50萬 你全部就是要給我包飲 包紅酒 什麼都包得好 好結果 結果就敲好了 結果那天在吃尾牙的時候 他本來想說可能還會做不滿 可能做四十幾桌而已 應該第一次辦 結果那天不錯 坐到滿 坐到滿之後又拼到 坐到五十幾桌 拼到八桌出來 對啊 拼到八桌出來 老闆跟他拼到你 摸在燒 快來問洪哥 洪哥當然當下 你就是 拼到你快把我處理好就對了 那你都賣罐 你是賣罐 你就快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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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是開心的 當下他還沒有想到說 這個拼到啊 這個每一桌還是要再加錢 各位很難想像 黑道的尾牙 那拼到很恐怖 我沒看到 臨時放刀啊 放椅子就算了 那雞有沒有 就趕出來 拿菜刀 弄出來都還沒有切開 你知道嗎 我沒夫妻 沒夫妻啊 所以那時候拼到八桌 有說沒關係 開心嘛 快處理 你肚子趕快 趕快讓人坐 然後到最後整個都取忠人散 結束了嘛 要結帳了嘛 那經理就來跟洪哥說 今天你好像拼到八桌出來 但是沒關係 你拼到八桌 我會給你打九折 我會給你打九折 不好意思 洪哥好像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我就是要你五十萬 你其他你不要跟我說這麼多 就已經年輕人拿錢 五分就放在肚子上 五十萬你就拿去 不然不要再給我 再一次不要跟我囉嗦 老闆一聽就 哇 這八桌我要自己去收 嫌我囉嗦 對啊 他說 他說大桌 我當初我有跟你說啊 他說 我剛開始我就跟你說 五十萬你就是要處理得好 你拼到也是要你自己去暗爭 對不對 你不能再給我去收 然後後來因為這個事情 他們一直爭 老闆就已經堅持要收那八桌的錢 後來怎麼辦 當下就沒有付錢就走了 後來要拜託我們一個北桌的腳頭 因為大家都有認識 我跟阿虹說 你也不要這樣 都自己在 對啊 你這樣辦不來的辦得很好 你創什麼還要付錢 他說沒有啊 我就第一次辦 我們人家是什麼大公司啊 我們辦還沒收雷金 花五十萬我已經生在地位了 還要加收八桌的錢 我沒有 然後到最後 大家要喬來喬去有沒有 欸 就是 就是等於八桌的錢 打個對折 就五十幾萬給老闆 然後但是老闆有沒有 要在幹嘛 老闆要在半三桌 來請北桌的腳頭 跟石牌的腳頭 風哥他們 來幫他們安排 不好意思 這次我真的對你們比較失禮 這樣怎麼失禮 對啊沒辦法 意思就是說 人家不開心啊 就說要五十萬 你現在還要加收 他怕人家不送他騎空 那這個是招 那也有坐不滿的 坐不滿 對 我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尾牙啦 那這個是一個公司的分公司 他們人本來就比較少 然後他們是女生居多 然後他們那次要辦 他們是想說要席開三十桌 對 但是他們想說席開三十桌 應該是差不多我 應該是坐 警察不太多 應該坐會晚 那一次我去參加 我也是印象有深刻 奇怪 都到了六點半了 六點四十了 怎麼還這麼多七八桌而已 因為現在我們吃都比較晚 大部分都七點才開動 到七點的時候 我有算一算 看一看 好像十二桌 十三桌而已 我說差不多不用吃了 因為坐到晚的時候 我差不多要到九點去了 他還是一樣開 要正常舉行嘛 所以就吃 然後吃完了以後 當下我就在那邊看 好像有 就是伴的人有沒有 企業好像好像不是很好 就會覺得說奇怪 怎麼都沒有人來參加 奇怪 到底有棒跳馬出去了 我說有當有棒啊 可能是大家在忙的樣子 我來辦到整個結束囉 沒有 應該就是十三桌 整個結束完以後 我就看到經理啊 又跑過來 又跟他請款嘛 然後又說 總共就是說 今天喔 總共是三十桌 但是 因為會有那個阿蘇米嘛 所以你要處理二十七桌的錢 還可以再給你掛三桌 欸 不好意思 他們不是這樣 他說我今天喔 我給你坐十三桌 我就怕要給你付十三桌的錢 而且他現在 紅衛頭已經很沒有面子 已經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他一直來跟他說 不行 你一定要負二十七桌 二十七桌 我可以再給你掛三桌 所以你負二十七桌的錢 三桌你之後再來吃 你菜沒關係 叫大家人家還是少年來包回去 嗯 結果講著講著講著 你還可以再說 就打 就當中就給你打 還有我的媽啊 當下集體就要打 那我就想說 只是吃尾牙 不需要這樣 沒關係 就把警察這十幾萬而已 結果 就是說我有看過 爆桌的 也有看過做不滿的 所以現在他們些尾牙的餐廳有沒有 接到這些兄弟要辦的尾牙 他只要是排得到 排得到蓋的 這是又不怕的 你如果說一般角度要辦的 他們其實都是會打一打的 真的會受不了 對啊 對啊 而且定金只收兩成 恐怕也不太合算 一定不合算 如果到時候 就像這個二十七桌 他只付十幾桌的錢 我很誇張 你也是鼻子摸一摸 只能收啊 你補金菜你之後 你的數目也會更多 我聽過有一場尾牙很恐怖 那個整個公司都太瘋狂了 因為酒就一直喝一直喝喝喝 喝到吐不吐 這個便室的門口 拔起來 大家在那裡頭 無家餐廳事後 跟這家公司說 拜託你清潔費也幫我倒一下 清不吐 你這一家公司 把上備你的黑名單 哇 感謝你的生意 我不要知道 太恐怖了 再來看看這張 這張死了兩個腳頭 這張有的 是這個比較沒有規模那麼大 算是幾個 到頭私下約了 他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跟南京東路口 很有名的蕭金庫龍亨酒店 那個是在龍亨酒店發生的事情 一場本來很單純的尾牙就變成悲劇 然後就在龍亨酒店開兩間包廂在那邊 其中大哥就在同一間包廂在那邊喝酒 然後吃東西 那個時候 因為當時 偶仔 宇智芳跟黃正宗 帶著幾分酒意 去跟那個狗六 陳瑞芳跟他敬酒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嗆他 因為他才剛交保出來 新聞還在樂頭上 他就嗆那個狗六說 你從哪裡要動那個楊燈葵啊 你幹嘛要動他 其實那個時候被人家這樣一嗆 這麼多大哥都在 狗六的臉色一沉很難看 然後後來大家就互相叫笑 不然你想怎麼樣怎麼樣 就開始在包廂那邊 然後那個大頭龍看這個場面也不對 就兩邊互相有點就是控制場面 就換家 不要這樣 結果後來那個 這個嗆聲的那個宇智芳還有那個黃正宗 他們兩個就信信然離開 走的時候離開那個包廂門口 那邊嗆聲說要讓人來這個休息 結果後來那個大家就不歡而散 後來狗六跟這個大頭龍 還有幾個這個文靖 他們這些小頭大哥要離開的時候 想說沒什麼好 這個沒什麼好繼續這個循環坐樂下去 結果後來就大家一起走 走到那個龍亨酒店的電梯下面一樓 要去外面那個南京東路趴車的時候 那個準備不是有排班的那個計程車 趴車小弟在那邊嗎 結果他們才剛走出去啊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狗六已經喝了一些酒 幾分醉意 然後大頭龍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怎麼樣 結果當時才問了這句話 剛剛嗆聲那個宇智芳 那個藕仔還有跟黃正宗 他們三四個人 就拿著那個木棒衝上 你想要怎樣 然後這樣子電梯門一打開 人家來走達齊樓 出來齊樓那邊比較暗 靠東話北那邊的暗處比較暗 衝出來四個人 兩個人就是宇智芳跟黃正宗 剛剛嗆聲拿著木棒打的時候 對面其實那個南京東路啊 排班的那個對面那個南京東路 公車站排車其實算是中間安全島那邊 站著七八個 八至少六男兩女 都是應該是那個四海幫裡面 狗六身邊的小弟啦 就全部衝過來喔 因為看到大哥好像被四個人這個 好像偷襲一樣 全部衝過來衝一下衝一下 然後就衝過來 然後邊衝邊跑的時候混亂當中 因為那個時候 狗六旁邊還有一個這個保鏢 他的十幾間保鏢 叫做小鐘中介人 一次在那個混亂的場面的時候 小鐘啊 因為他犯很多前科 身上也背了不少人命 他就趕快把他省水醫生 佩戴的這個九零手槍拿出來 對著那個正面 就對著那個 偶阿宇智芳開了兩槍 然後他當場兩槍就冠心而死 然後另外那個黃正宗啊 當時他要救那個宇智芳 救偶阿要把他拉走的時候 然後可是那個 他的保鏢小鐘不放過他 對著他繼續開槍 他連開十槍 槍聲大錯 蹦蹦蹦蹦蹦 然後他就趕快把他拉走的時候 看到他對著他開槍 他轉身要跑 那背部也中槍 後來兩個人都中了槍 血流如注 當時那個小鐘啊 狗六的這個保鏢殺手啊 他的戶主心切 還準備要繼續開槍 對著這個 這個黃正宗的頭部開喔 然後不是旁邊他還有那個 偶阿的兩個小弟 他其中一個小弟也趕快把槍 情急之下 把槍拔出來 跟這個狗六的手下小鐘 兩個人拔槍喔 對峙 兩個人槍對槍這樣子 好像那個電影的這個 黑幫英雄這個槍戰的場面 這樣對著喔 對峙 然後雙方就這樣對峙對峙 然後狗六的這個保鏢小鐘啊 就叫他老大先走 然後兩個人就坐那個賓士車 從敦化北路那邊逃 然後那個這個 另外一邊 就是那個偶阿的小弟啊 就趕快叫人家 找那個排班的計程車 把那兩個 這個被中槍的 這個偶阿跟黃正宗 送到這個慶生醫院 黑道的這個急救醫院啊 趕快去急救 當時慶生醫院急救的是 特約外科醫生的顏錢輝嘛 馬上就開刀 凌晨兩點 一直到凌晨兩點多 兩點十五分左右啊 然後看了兩個人 這個已經送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已經流血流很多了 流血過多了 然後瞳孔都放大了 然後就宣布急救無效 當時在外面等候了五六名 那個男子啊 起到要死啊 衝進去那個急診室裡面 開刀房啊 把那個設備儀器砸 那邊怎麼救不了 怎麼救不了 就開始踹啊 然後砸 嚇得那個嚴醫師啊 衝到那個三樓 慶生醫院三樓 去把門反鎖躲起來 他很怕會不會被下一波波及到他 後來因為他們是救人心界 趕快把那兩個大哥 就是 喔啊 還跟黃正宗 轉送到這個台大醫院去急救 那最後還是救不活啦 是 這件事情後來這個 沉疾了一兩天之後 其實狗六他有道案說明 他說他沒有叫出他的小弟去幹這種事 可是警方要你這個四海幫海鮮湯 這個狗六這個堂主教人啊 是 那他說他也不知道他怎麼去 也聯絡不上他 後來這個雙方啊 本來傳出來 警方一直很怕說他們黑道啊 說要這個血在血長 要報仇 要拚輸 你死了兩個腳頭大哥啊 那 可是呢 據說那個小鐘啊 因為後來警方發布通緝 他沒道案 應該是在事發之後 就出去避風頭了 應該是潛逃出境到中國大陸去了 一直通緝他嘛 那一般黑道來說 這筆帳 就算不是你親自下令 叫那個你的保鏢中介人小鐘去殺 下殺手的 可是帳還是算在他大哥頭上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警方也如臨大敵 也很怕因為這個案子 狗六可能會遭到不撤 是 我的天啊 就是要好好的喝酒吧 對 演變成這樣一個失控的場面 有時候酒喝多了 真的是趕快回家 火氣是特別大的 再來看看 人家都說江湖是一條不歸路 沒有想到現在江湖還有裁員的壓力 現在我們江湖還有經濟學家 真的喔 你去吃他的尾牙 你竟然可以看出現在的景氣燈號 真的喔 我跟各位講 以我自己採訪的經驗家 我現在給大家看了這些歷來的紀錄 先我給大家看一下2005年 這個十幾年前 我們曉得台灣那時候景氣很不錯 那時候景氣燈號是紅燈 代表最熱弱的時候 那我就跟各位講 當年發生一個真實故事 話說在台北市的北頭 有一個很有名的海鮮餐廳 結果有一天晚上 就是接近過年的時候 突然喔 就看到殺樹殺氣氛很重 所以看到有一群那種 李平頭的人喔 蹲在那個海鮮樓的這個前面 馬路那邊 在那邊吃便當 為什麼 因為大哥在伴尾牙 那因為那時候景氣好啊 所以呢他把那個海鮮餐廳整個包下來 150桌本來130桌 後來呢 後來來的人很多嘛 因為你知道大家會燒焦啊 甚至有人包遊覽車北上 所以呢再加20桌 150桌 整個餐廳幾乎這個 擠的水泄不通 然後裡頭你還看到 還有熟悉的藝人 那名字就不講了 就看到 大家都很熟啊在裡頭 為什麼 因為景氣太好了 所以錢很多 好 那這個呢當時呢還很有名 為什麼 因為北頭分局的警察 全部都幾乎取消 就在那邊站崗 然後連士林的中山的 全部都叫來支援 是 那個場面就跟你看 古惑仔的電影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吃完畢之後 第二桌才是重點了 第二桌呢 他說來 我帶大家 包括那些所有的這個糖口啊 還有這個糖主啊小弟啊 說來我帶你們去 他就講了一個 就講了一個行政區域的名字 說來我帶你去一個行政區域 我想說大家都吃完了 都期待著第二桌 你竟然要帶我們去新北市那個行政區域幹嘛 結果原來那個行政區域剛好是一間酒店的名稱 大家知道我在講哪一間嗎 不知道 原來他講是酒店 不是那個行政區域 我們都以為他帶 大半月把我們帶到那裡去幹嘛 原來他把我們帶到松江路的一些很有名的酒店 幫我笑音一下 叫我XXXX 對 笑音一下 就帶到那邊去 嚇一跳啊門口 我們通常違規停車叫雙排對不對 他不是他是三排 三排停車 那邊已經很多糖主啊什麼大概都 因為我們是跟著幫主一起去嘛 那他不是他那些糖主早就已經 所有車都停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進去 那一家酒店啊 那一家行政區域酒店 幾乎也是被他包下來 然後裡頭那個 因為那家店是很有名的禮服店 然後那時候我印象中 但我們必須講我們是因為因公嘛 所以才這樣子 去的時候很誇張 就我坐在這 現在很熱愛上班喔 那個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叫醒 我們自己就會起床 然後那時候就是你坐在那邊 你就發現很誇張 因為他請來的那些女士啊 就是我們講小姐 是多喔 你坐在那邊 旁邊可能十幾個 全部都是穿禮服的小姐 非常豪氣 詭異的事發生 就當我在跟 我記得是台北市行大的某個隊 單位名稱不說 因為這都是真實的 就保護那些當事人 然後敬酒敬了一半 然後他說 好久不見了 欸 鍾伯啊 你昨天 從松江路離開的時候 喝得怎麼樣啊 奇怪咧 我昨天去松江路那個 為什麼你會知道啊 我就說 不好意思隊長 你怎麼會知道 他說我告訴你啊 昨天你們從頭到尾 我們都有人在監控 我跟你講 他就講啊 你最好跟那個大哥 保持一點距離 沒多久 他可能就會落網 那你想怎麼會這麼恐怖 然後我還問你說 那隊長 我說他這射擊什麼案子 他射擊什麼案子 我不方便跟你講 不過我問你昨天 他有沒有說我壞話 欸 他就問我說 昨天那個大哥 我說昨天那個大哥 的確有一直在抱怨 所以最近警方釘他釘得很緊 然後他說他是無辜的 等等 我告訴你真的 隔三天之後 這位大哥在花蓮落網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你現在參加這個 剛剛大宴賓客完 你參加這個尾牙 或你參加那個尾牙 其實他們之間 就像疊對疊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 吃那個警察尾牙就好了 大家心安領的一點 應該說我們記者 在吃這個尾牙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會捲入 他們之間的疊對疊 但是從那個時候 也可以開出警戚的燈號 那一年那位大哥 可能還真的賺不少 難怪後來會被抓進去 那我們最後來看看 那迪米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真實故事 有一次我跟一位當耶 做生意的當耶 在酒店 然後離開的時候呢 那時候請代駕 代駕那個 開車的那個 非常客氣 然後一直跟當耶講說 你這車不錯喔 我會好好開 那當有一點喝醉 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車子啊 有很多電子設備 你千萬不要弄壞 他說你放心 我以前開過同樣的車 我一聽我就想說 只是個代駕 他說他以前開過同樣的車 我就看了他一眼 突然覺得他好面熟 你知道以前他是誰嗎 他以前也是 某知名外省掛幫派 一個唐的唐主 唐主耶 我之所以會認識他 是因為以前 在跑新聞的時候 他曾經負責三家 台北市的Pub 跟兩家酒店的為市 那因為那時候他跟某個 本省掛了幫派 起了衝突 他還上了報紙 可是現在他卻淪落到 在酒店當代價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 07、08、09年的時候 剛好是金融風暴海嘯 他的夜店 他的酒店全部 他為市的那些 全部都關了 所以他為了要討一份生活 他只好去當酒店的代價 也算能屈能伸 但是至少你看到一件事情 原來這些江戶兄弟 他所處的環境 他的霸氣 跟他的憋屈 竟然反映的是 我們的景氣燈好 是 還有再來看看 像是有人約你去參加尾牙 你總不能兩串相交吧 可是有時候被拱出來 真的拱得不甘不願 黑到拱你出錢 你能不出嗎 對 像剛剛我們看那個影片 前幾天的那個新店 那個尾牙 看的大部分都以兄弟 黑色俱樂部居多 現在的尾牙有沒有 很少看得到那種企業家 或者是老闆 金主參加 那後來我也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曾經 我有參加過我們那邊 401個炮哥的尾牙 那時候他辦了50桌 然後我們就去吃嘛 那是很多年前的 那時候在吃 也都坐滿 控制得不錯 坐滿以後 吃完沒多久 炮哥他就上去致辭 他說很高興 今天大家來參加 幹嘛 吃個純酒 然後講完以後 我想說他要下台了 也沒有咧 他竟然怎麼說 我們邀請到我們今天某建設公司的 李董 站起來幫我們致辭一下 我想說奇怪 沒事怎麼會叫一個建設公司董事長 上去致辭到底要幹什麼 我說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那個李董說沒關係 禁aries不要要不要 開來啦開來啦 然後上去自馳 上去就講了 chair lo 可以講了 我們這麼多歡迎,李董很高興,我們整個請李董的 關兩百萬,我們做到挑戰好嗎? 下面整個一聲雷動 然後這時候我其實我沒有在看下面的這些少年老 我是看他李董的表情 整個臉好像乾淨 整個臉乾淨,然後站在那邊 他也沒有講話,然後站在那邊停頓這樣 李董的,你們就說一句 好啦,今年大家歡迎李董很高興 不然我們就來共襄盛舉 他就講,就只能這樣 他不能說不要啊 說不要的話,當時我有大的臉書 說要的話,心又在滴血 那當然其實這兩百萬 我在想對他真的是 就是九牛一毛,因為他幫他們處理很多都更案 其實看著利益,一定是很大一片 他才會答應 魚幫水,水幫魚啊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這兩百萬,怎麼抽 今天我來可能我也有得拿 後來我想說,我也坐在下面 每一桌就設立一個桌長 然後一個桌長出來 所以有五十桌就會有五十個桌長 然後馬上就叫年輕人去後面 他們的經歷拿一個箱子 然後做五十個簽字 做一到五十寫在裡面 然後就寫一到十名,有沒有 第一名就是五十萬,四十萬,三十萬,二十萬 到第五名就開始一萬 第五名到最後一名就是剛好全部都十萬 所以就兩百萬剛好發到完 所以就每一桌的人就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有上去 因為剛好大家說 駕駛你這樣看得到你 你的手機完色不完我就去 然後我就上去抽 因為那時候抽號碼都沒有先顧 全部都丟在旁邊嘛 他會寫說誰的名字 這駕駛,這支的阿紅,什麼... 然後就寫 然後後來都抽完以後 然後就開始公佈 然後公佈完以後 第一名幾號桌 第二名幾號桌開始講... 然後我們前九名都發完了 到第十個,我說什麼,有一個安慰獎嘛 第十名竟然喊到我了耶 所以我就有分到... 那一年我就有分到十萬塊 所以我們一桌有沒有 十個人 好大的紅包喔 就每個人就有分一萬塊 可是我看那時候 後來那個李董回到主桌有沒有 要頒獎嘛 回到主桌以後 那好像... 好像面有藍色這樣 好像... 菜好像吃沒什麼的就這樣 要吃不吃耶 酒也沒什麼要喝這樣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 苦酒滿杯 原來後來現在的尾牙有沒有 怪不得這些企業家老闆 都不敢去 都不敢去 明明理到人不到啊 不然去的話又要變成爐主 因為你... 你理到的話 你自己要多少個暗算 對啊 你人到底... 狂暗算耶 被暗算 我叫人去吃 我人不到 這樣也沒關係 可是我到的話 真正的大哥是不會像建民這樣 去參加什麼什麼摩彩啊幹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 有的大哥啊 酒店的啦 黑道的啦 有的摩彩幹什麼啊 那個...放下去 其實它... 放在手心裡面 你知道嗎 拿起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如果抽到 你當大哥的 你想要拿摩彩的錢 你不要說啊 叫你關出來 還拗你還要多少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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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看看監獄也能吃尾牙 還吃到灰蛇廚 其實喔 我們這樣說的 社會上有買的 監獄就是一個... 縮小的一個社會 對... 所以你外面有買的 裡面也有買的 你知道喔 來裡面喔 最開心什麼 最開心家庭 因為家庭不用開工 還有電視給我看 從早起9點開始看 看到晚上 看到收工 對不對喔 再來 最一點的 過一趟 真一支邊緣 主管真一支邊緣 可以生兩倍了 可以生兩倍了 算半開放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說 有一間三天的工廳 三天的工廳 他在辦買藝嘛 辦買藝的時候 我要靠賞這些同學嘛 他們這些同學 每個人都幫我拼業資啊 讓我這個總組的 有民主啊 從民主啊 發到交代了 所以我就叫廚房 用一些好菜 好料 來打算一下 這樣 這個時候 他們邀請百天的幹部來了 邀請百天的幹部來了 邀請百天的幹部來了 大家說要在那邊看手勒勒 對不對 看你是在冰冷啦 要是在燒酒啦 這樣 起到十五天的時候 這個十五天 看到的時候 就說奇怪 他們那小時候就說 他們那小時候就說 欸 總組的 總組的 你驚人喔 驚人喔 我們這裡辦公園 好餘邀請你來 你也掛一個較好的酒 你掛一個高齡的 高齡的 高齡的平衡時 你現在對不對 你也掛一個較好的酒 像我們島上看XO 或是約翰走路這樣 喔 這個 這個 中組的外部民主 你知道嗎 去給一個小人 小人喔 他說 沒辦法啦 你們就比較有啦 我們就比較沒有嘛 人家說 理清人意眾嘛 藝術藝術的啦 別見怪這樣 那個小人 我說那個小人 這個白白有夠白白 人家就已經這樣跟你說 你就不要再說了 他說 別說理清人意眾啦 對 也要一年一遍這樣 你開不去 開不去沒有我出 喔 說一下 那個中組的 那個中組的 剛才蓋上 那個 以前的高齡 都用保特瓶 68CC的保特瓶嘛 打開這樣 在對面嘛 打開這樣 平台打開這樣 那種酒都把它拼開 拼開 那家庭 因為中組的 辛苦都有帶來打 辛苦都有帶來打 吃分方便嘛 不用撥罐嘛 經民喔 賴打 一點就把它拼開了 砰一下 放開了 你知道 你知道喔 他這個 酒拼開的時候 不可能就丟他一個而已嘛 已經散開嘛 因為 高齡的 五十八度嘛 酒精成分五十八度嘛 那一點就整個都拼開了 整個拼開了 那拼開了 那主管看了一段空氣啊 先救那個人啊 先救那個小的人啊 對不對 馬上 馬上把它撲滅 撲滅的時候他們送那個便宜去 送那個醫護士去 我說加載 加載 加載那就是白夢 高齡啊 不知道社會的厲害 關的 白夢 引起 引起老大 不開心 那那個老大不是又多一條啊 多一條 沒有他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軍事敢不敢給你補 他把你補下去 我告訴你 這個軍事敢不敢 我最露台 這樣喔 對啊 所以他也仗勢啊 他只變可以合法犯罪就對了 對啊 所以他就扛起來啊 扛起來 上犯責房 跟他一個月這樣 天啊 廣告之後 驚爆追七令馬上回來 小轎車行駛在國道內側車道 右前方的銀色轎車 突然冒出了白煙 失控往內側車道偏移 小轎車閃避不及 在國道上左右蛇行 最後車頭撞上了護欄 總算停下來 這起車禍 發生在國道六號去年的六月份 下午三點多 林姓女子駕駛了銀色轎車 因為左前輪爆胎 車子失控 橫跨內外車道 導致後方的莊姓駕駛撞上護欄 一月份莊小姐收到法院判決 判賠金額讓她很傻眼 無故遭殃 修車費高達六萬多 這其中兩萬五千塊是工資 零件費四萬一千多 因為她的車禮超過了五年 法院計算折證後 被告只需要負擔一成的零件費用 莊小姐需要負擔九成的費用 三萬多塊 讓她氣得把判決內容 PO上網喊冤 林姓男子把對方壓在地上 出拳猛毆 一旁懷孕妻子怎麼勸阻 就是攔不住 乘姓駕駛一氣之下 回車上拿摺疊刀刺傷對方 大馬路上雙方扭打成一團 警方後報到場才將場面控制 當時乘姓駕駛還有女友 跟朋友相約看電影 到板橋實踐路碰頭時 林姓夫妻檔剛好經過 駕駛看他們走得太中間 按喇叭 於是爆發衝突 喇叭聲被誤認為是挑釁 雙方七眼太盛 誤會演變成街頭鬥毆 一行人統統進了警局 晚間間尖峰時刻 這台轎車在車流之中 不斷推下油門 橫衝直撞 後方跟著一台警用機車 窮追不捨 轉到哪警車追到哪 最後上了快速道路 這台紅車轎車 卻把後方小黃車頭 直接撞到凹了進去 還把兩台警車撞倒 拼命逃 就是因為車上藏有毒品吸食器 這名黃信嫌犯一號 晚間載著友人 開車行進板橋民族路 遇上警方領檢竟然加速逃逸 狂逃三公里到明深萬板路口 衝上台六四快速道路 受困車陣當中 竟然衝撞撞到兩台機車 一台小黃 就怕傷害擴大 警方對控禮強 有切刀毒品前科的黃信嫌犯 當天清晨五點多 就已經拒檢逃跑過一次 被員警計下車行 14個小時後 再度遇上同一名員警 這次英勇開槍制服 成功逮到毒販 今天的經貿追棄令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有一些案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沒有仇沒有恨 但是卻有無限的唏噓 要來看的是這一起發生在台灣 最高階的警官被槍殺的案件 他是三線一新刑事局的防暴科科長 兇手是誰 聽了您恐怕會有無限的遺憾 時間交給資深社會記者王瑞德 我們台灣的警戒當中 很多人都知道十大槍擊要犯第一名的林博文 在當年警方於中部圍捕他的時候 那麼因為被林博文假裝死亡 結果在翻身的時候被他開槍打中 因為這樣因攻殉職死亡的洪旭 洪隊長是我們台灣的警官 在警匪槍戰中殉職的官階最高兩線三星 事實上台灣還有官階更高的警官 那麼刑事警察局一個黃豹科的黃科長 官拜三線一新 那麼沒想到他也被槍擊死亡 而他連被開三槍 那麼警方列為重大刑案 那麼在台灣的南投 南投這個地方有位林姓的先生 林先生那麼他自己本身就常常到山裡面去打獵等等 結果不幸 那麼當年他因為去山上摘野生的蘭花 結果一個不小心失足最矮 因為這樣而身亡 可問題是他的獵槍其實平常 藏在他們家二樓的衣櫥裡面 那麼就在林先生 因為這樣子死亡了以後 就沒想到這個兒子也只有八歲 這個林姓學童八歲而已 那麼他有一天無意間發現 跟那個鄰居 六歲的鄰居的女兒 那麼一起在玩的時候在家裡玩 無意間發現 那麼他們家二樓的衣櫥裡面 有一把獵槍 那麼他看到這把獵槍以後 好玩嘛 男生都喜歡玩槍 但是並不知道槍支的可怕性 跟他的殺傷力 就在這樣玩的過程當中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 部分男女都知道 不管是長短槍 手槍 步槍 衝鋒槍 槍口絕對不准對準人 不管你認不認為裡面有沒有子彈 因為通常都在我們認為 等於說裡面沒有子彈的情況之下 就不小心就發射了 結果這個八歲的林姓學童 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不知道裡面有子彈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因為他不小心扣到了板機 而當時槍口正對著六歲的 隔壁的女兒童 結果棒的一槍 就子彈打進去了 這個女孩子的身體裡面 就送醫了以後 因為失血過多 傷重死亡 可他的年紀只有八歲 這個小小凶嫌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就因為這樣陰錯陽差 奪走隔壁這個六歲女童的生命 事實上像這樣的悲劇跟不幸 也發生在我們台北市 那麼對象是刑事警察局 一位三線一星防暴科的黃科長 那麼黃科長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警官 在他還在警務處擔任巡官的時候 就因為外語傑出表現優異 所以特別跟其他的五位社會傑出人士 一起由國家跟相關的社團 保送到美國等國家 進行三個月的考察 也就是因為這樣考察 他特別把自己維護治安的方向 定位在爆裂物的防治與生命 那麼事實上黃科長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一路不斷地在警戒裡面 那麼節節高升 一路升到刑事警察局 三線一的科長的職務 那麼當年事實上 那麼黃科長也剛好從英國 考察英國的相關反恐特種部隊 跟這個爆裂物的處置 剛好回國而已 那天晚上 那麼黃科長穿著短褲跟內衣 不知何故 那麼被連開三槍 死在自己的這個臥室裡面 那麼警方接獲報案 趕到現場的時候 一開始因為他的身份特殊 因為他的這個刑事警察局 防爆科科長的這個職務 所以研判懷疑會不會是有壞人歹徒 那麼等於說來尋仇 因為他家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這個區域 所以一開始警方不敢掉以輕心 出動了大批的警力 還把現場趕快隔離 那麼除了趕快通知檢察官 帥法醫來之外 也趕快對現場進行搜索 因為怕歹徒會不會還躲在這個 發生凶案的附近的現場 結果警方意外地在 那麼他所住的房子裡面的三樓 在三樓的一個床 那麼臥室裡面床墊下面 找到了一把槍 而這把槍事實上是當年黃警官 隨身攜帶的槍枝 因為有些警方單位 那麼上下班領槍取槍了以後 回到辦公單位 他必須把槍繳回去 領槍取槍都需要一張取槍證 那麼有些外型單位 特殊專業單位 事實上他是奉准 可以24小時配槍 也就是說他可以把槍枝帶著走 但是一樣會經過一個管制 那因為黃科長自己本身 就是三線一星的 防暴科的一個科長 所以他帶的槍不足為奇 那麼警方在找到這把槍以後 可以斷定 那麼胸槍打中黃科長的槍 就是這一把 因為槍管的槍口還有火藥的煙消位 除此之外 事實上 這裏面的彈夾經過退出來了以後 發現還有六發的子彈 因為黃科長是中了三槍死亡的 這個槍本來配給的就是九發子彈 所以可見曾經用這把槍開了三槍 好 重點來了 那到底開槍的人是誰 我們看到三線一星的警官 就這樣被連開三槍 幾乎是當場死亡 凶暗的現場當中 只看到他自己的親生兒子 拿著胸槍 到底他是不是兇手 又是怎麼一回事 瑞德 兇嫌是誰呢 就沒想到答案疊破大家的眼鏡 因為這個黃科長的夫人 已經哭倒在地幾度昏厥 原來這個事情的真相是一個意外 而這個意外呢 只是因為孩子們無心之過 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黃科長當時中槍的時候 當天晚上十點多的時候呢 剛好在二樓 那麼穿著短褲短衣啊 那麼內衣呢 跟這個剛好在跟朋友講電話 那麼在講電話的過程當中 他的兒子呢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兒子啊 那麼在三樓 撿到了爸爸的槍 就是拿到看到爸爸的槍 覺得好玩 因為當時配發的也是 點二二口徑的左人手槍 那麼覺得好玩 他完全不知道這是真槍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小朋友啊 他看電視劇 那麼西部牛仔的電視劇 或是很多警匪片的這個電視劇呢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幾起案例一樣 小朋友尤其是男童啊 男生的小朋友 他會很好奇 那麼他也會認為 他不會把它當作是一個武器 是一個可能致命的兇器 他只是把它當作像玩具槍一樣的東西而已 所以呢 當他把槍枝拿著把腕走到二樓的時候呢 被爸爸看到 黃科長呢 立刻折罵他 立刻叫他把槍放下 然後呢 把他拿上去放下 不要玩 不可以玩 這很危險的 然後結果呢 還繼續背對著兒子的時候 沒想到兒子 一時啊 這個等於說 一時兴起 一時調皮啊 想學著電視劇裡面的那個劇情 什麼劇情呢 就是朝著對方 砰砰砰 那樣子劇情 像小時候拿橡皮筋這樣在玩的那個劇情啊 那麼小朋友不知輕重 所以呢 他在無心的情況之下 拿著槍枝對準自己爸爸 開槍了以後呢 第一槍先打中這個黃科長的右背 然後再從右背下面鑽進來 鑽到他的胸膛裡面 另外兩槍呢 直接打中了他的父親 轉過身來父親的這個腹部啊 三槍 那麼打中了黃科長 那麼黃科長在還搞不清楚什麼情況之下呢 哀哀叫了兩聲了以後呢 就倒下去了 那麼就躺在這個血泊裡面 那麼最可憐的是誰呢 最可憐就是黃科長的這個太太 也是孩子的母親啊 他一來看到了以後 嚇得尖叫痛哭啊 然後孩子見狀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孩子在一時情急之下呢 事實上 那麼就直接拿起槍來 想要學著電視像這樣自己這個了斷啊 被媽媽給勸退了以後呢 孩子受到驚嚇 所以趕快像闖禍的小孩子一樣呢 的反應 趕快拿著這把槍 那麼衝到三樓了以後呢 就想把這把槍藏起來 就想幫助這件事情沒發生啊 就把這把槍藏在三樓 卧室這個床墊的下面 以為這樣子人家就不知道了 結果沒想到當警方來到現場 以為是歹徒尋仇 結果進行地毯式的搜索了以後呢 最後才終於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不過因為她只有十二歲 那麼根據刑法的規定呢 是不處罰她的行為的 但是事實上呢 就在告別式當天啊 那麼事實上 黃太太也是幾度哭倒啊 因為她不能接受這樣 這麼優秀的一個先生 那麼沒想到這麼優秀的先生 那麼前途無量一片光明啊 眼看著馬上可以生 這個等於說更高階的 這個警官的職務的情況之下 竟然因為一個 孩子的一個無心之過 最後造成了這麼大的一場悲劇啊 那麼孩子呢 也因為這樣自責啊 但是呢 這些警察叔叔 警察輩輩們呢 卻只能在旁邊 默默地安慰這一對母子 你說爸爸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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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上衣的審生 和黑衣服的堂執習 在自家公廟門口 兩個人吵了起來 來 來 他是 padre 今天你 我們濃一下你母母 我們一枝侯子 四個 誰死 穿黑衣的堂執習 要聶小六的女兒 當眾下會發誓 疑心就是不滿自己單親 要養三個小孩已經很辛苦了 審生還疑心 跟孩子说了些闲话 这时候婶婶的儿子 突然出现 婶婶被推倒在地 站起来之后 双方从吵架变成肢体冲突 既攻击身走出来 但是两人已经打成一块 劝架的也拉不开 把两人拉开之后 其中有亲友在现场情绪崩溃 原本婶婶和唐直席的口角 最后却变成亲友互殴 不过这段画面 并非现在进行事 云林麦寮这起亲属之界的纠纷 其实是在一两年前发生 当时被拍下后PO上网 还被点出三万次的点阅率 一家人又吵又打 事件在当时一度告上法院 不过在长辈的关切下 最后双方当面道歉 当庭和解 外面拉扯成一团 寂攻击身问世问到一半 突然走出宫庙插手家务室 出手阻止寂攻薄翼还被拉到 直见他站在起冲突的两名女子中间 右手扇着扇子劝说 还试图摸头安抚 只是寂攻击桶身为神明代言人能够这么做吗 如果没有你的主观意想跟主观的爱好的话 那是代表先博在帮忙这个公平正义的角度去处理事情 寂攻律师张廷真说 寂攻击桶本身因无私无我 不能猜杂个人体育 否则就会有争议 影片中出手管家务室的寂攻身上宝衣一半黄一半黑 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寂攻击桶身上穿的包衣颜色有好几种 白衣寂攻比较亲民主要是在乱世中帮助众生 黄衣寂攻则是在祭祀跟法会出现 黑衣寂攻身上补丁越多 就表示要帮民众承受的苦难也更多等级最高 所以把众生的一切的苦难 飞在地上达到完美的神人或天人合约性结局 寂攻击身开放问世 民众求助求见 不同的包衣颜色虽有不同含义 但最终都是寂攻代言人